下面一点,下面 来,躲下 来,坐下,躲下,躲下 好,二位,二位,大 来,右下,右下,这边 来,右下,这边 来,左边,左边,左边 好,二位,左边,这里 来,这边,低一点 謝謝 你跳一下 全部都在這邊 謝謝 講蠻重的 再開一下 再開一下 跳一下 跳一下 先轉一下 YA這邊 YA很棒謝謝 好 然後這邊 下面 OK 右下再看一下 右下再看一下 右下 右邊下面來 這邊 這裡 OK 我們幫他們拿一下講座 把麥克風交給本屆金馬獎的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的得主 先分享一下心情 來 周欣哲要不要先說 剛剛真的 嗯 原本今天真的沒有打算會拿到獎 然後 講到想著想什麼 就是真的 我真的有真的被嚇到 然後 很開心 謝謝評審們的肯定 然後真的 我真的頒這個金馬獎 真的讓我 等一下可以真的好好慶祝一下 嗯 謝謝 再次謝謝 我們會繼續努力做出 啊 厲害的作品 謝謝 好 恭喜周欣哲 那我以為也來發表一下自己的 講一下自己的心情 嗯 謝謝音樂帶我走到了電影這邊 因為那是一種 始料未及的事情 因為一直以來都在幕後寫詞 所以 遇到Eric非常的幸運 然後他也願意相信我 所以 我非常感謝 他讓我可以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 我也希望我們可以一直做出很多 繼續感動人心的作品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想請教你們一個問題 一個技術問題 就是 因為這首歌出現在電影的位置 其實非常的特別 他在影片的這個最後 那個男女主角 個別跟對方要告白 然後音樂這個歌曲呢 就緩緩的出來 但是並沒有蓋過 就是回憶裡面的這些情境啦 或者是對話 可是當他們互相走向對方 在那個評價的時候 這個時候音樂就很清楚的出現了 又在某個時刻 他其實又停止 這個跟影片內容契合的程度 非常非常驚人的準確 所以我想請教兩位就是 那這樣子的一個安排 是在什麼階段時候 決定這麼做 那 是因為這樣子 這首歌才會 會長成這樣的嗎 大家有聽懂我的問題 有有有 這個其實 因為這次電影配樂也 我跟侯志堅老師 一起合作 然後跟他得獎也忘記 謝謝他 真的是謝謝侯志堅老師 Chris哥 由他才有今天這個獎 很開心這次跟他一起合作 那在電影中的這個pause也是 這是算他的想法 他希望可以 所以我覺得讓火車那一幕 感覺是回到現實的時候 讓男女主角最後再相逢的時候 是一個甜蜜 happy的ending這樣子 嗯嗯嗯嗯